运20首飞九周年 运20在全球大型运输机中是个怎样的存在 为什么说运20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航空工程 运20的服役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 2013年1月26号 中国运20大型多用途运输机成功首飞 时至今日 运20迎来了九周年的经验 回首过去 运20大型运输机可谓是大方异彩 特别是在全球疫情爆发的近两年 频频出现在国际的视野里 支援疫情前线 出国运送疫苗 参加国际军演 接回再含劣势 这每一项都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运20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大众的喜爱 被亲切地称呼为胖妞 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 载着疫苗和抗疫物资 呼远万里送往吉尔吉斯坦 柬埔寨 菲律宾 以及越南等国家 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 也为全球抗击疫情事业 贡献出了巨大力量 2021年9月 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 抵达俄罗斯奥运堡州东谷兹巴厂 参加和平使命2021国际性军事演习 其中演习的全部空中投送任务 都是由运20完成 同时 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也是由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 专机护送回国 运20顺利地将109位支援军烈士英灵 以及1226件相关遗物 护送回祖国的怀抱 在沈阳仙淘国际机场 中国解放军以破水门最高领域 向归国的支援军烈士 致以崇高的敬意 运209年的服役 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空军的空降作战 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能力 坚决履行了大国昆蓬的时代使命 大进步 大成就 大差距 可能是对于中国航空工业水平 最为客观的评价 也是对于中国航空工业最为精准的定位 一直以来 人们都认为 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的短板 在于发动机的研发上 但其实不然 对于个人观点来看 中国航天技术领域的发展 是目前中国最全面 最没有明显短板的技术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 运二龄的总设计师 唐长宏院士 曾经在面对采访时说过 无论是从设计层面 还是从制造层面 中国的航天技术 都还需要很大的提升 而运二龄的诞生 就是对于中国航空技术领域 最好的诠释 其代表了中国航空科研人员 在技术 装备 思想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依然不畏惧困难 不胆怯失败 不在乎看法 依然决然地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 发扬了中国民族 吃苦耐劳 敢闯敢拼的精神 而创造出了一个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也许这里大家会有疑问 中国的舰二龄 难道不比运二龄 要更加先进 更加强大 既然中国连舰二龄 都研发成功了 那运二龄 应该算不上奇迹才对 但事实上 对军事感兴趣 并且了解过 中国21世纪初期 航空技术的军事爱好者 肯定听过这样一句话 那就是 中国的小型或中型飞机 虽然有些落后 但还是可以造出来的 就算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也能勉强进入第二梯队 但是大型飞机 中国目前还真的造不出来 哪怕是第二梯队都达不到要求 中国在航天发动机领域 确实要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 但是也只是落后而已 不代表中国没有小型 或中型飞机使用的发动机 差一点一样可以用 但大型飞机的发动机就不要响了 这是20年前 中国军迷和航空爱好者的一个共识 运20的立项是在2007年 那时候中国的航空技术确实比较落后 我们也需要证实这一现状 但运20在2013年首飞成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中国花了五年的时间 完成了大型运输机的从无到有 从梦想到实现 单单这么说 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 我们来举个例子 大家就能够明显感受 美国C17运输机也被美国称为波音C17环球霸王3 是美国空军E型大型战略战术运输机 这款运输机的研发制造 美国花了14年 苏联1276E型 四发军民两用战略运输机 苏联花了11年 欧洲的A400M新一代军用运输机 欧盟大部分国家进行了合作开发 花费了16年 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展速度 尽管存在着后发优势 可以借鉴很多国外优秀的运输机设计 但是这前提也是需要国家自身具有过硬的技术本领 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才能够完成的 并且在当时 中国并没有很好的渠道去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 美国和欧盟自然是不用想了 技术限制的死死的 不会提供给中国任何的技术支持 俄罗斯也在关键技术和原材料上对中国说了不 那怎么办呢 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乌克兰 在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继承了一部分苏联的大型运输机技术 但是也被乌克兰狠狠地嘲笑了一波 并打比方道 生一个孩子要十个月 就算你娶十个老婆 也不能在一个月把孩子生出来 话操理不操 当时的中国要建造大型运输机 国际上没有几个国家看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运二龄 性能如此优异的运二龄 就是靠着中国自己一步一个脚印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 歼二龄是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厂建造的 这种中型飞机都是由一个厂负责全部的建造过程 而大型运输机因为机体极大 需要的原材料和零件设备数量巨大 当时运二龄开始建造时就安排了一院六厂 也就是中国飞机第一设计研究院和中国飞机制造厂中的 沈飞 阿飞 西飞 成飞 闪飞 和中国飞机起落架公司六个飞机制造厂 这就让除开本身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上的难度之外 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项目的管理难度 这么多个厂遍布中国各地 每个厂建造零件的标准不尽相同 最后要将一院六厂生产出来的设计图 框架 机身整体 设备 零件 系统 放在一起组装进行二次建造 这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甚至再往下还有上千家的零件 及原材料加工厂和原材料供应商 运20的建成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航空工程 可以说运20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展 让之后中国在航空领域的研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地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也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大型多用途运输机的局面将出现转机 虽然中国的运20与美国的C17依然存在些差距 但是运20的航空出世 可以很好的实现与运8运9配合 健全了中国的军事运输体系 正如运20总设计师唐长宏院士说到的 我们终于做到 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如今运20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可以作为战略运输 将装甲车 坦克 甚至武装直升机等武器迅速部署到一线战场 也可以作为预警机 空中加油机和大型电子侦察机等特种飞机的平台 运20的问世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大型预警机将实现百分之百国产化 同时 中国完全可以将现有的空中加油系统整合到运20上 研发出一款专用的大型空中加油机 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海空力量的巡航范围